我請教一下律師 這兩天先壓了沈慶晶跟彭政生 那各界預估這幾天也可能再壓柯文哲 你怎麼觀察檢調辦案法律的攻防 柯文哲應該是勢必要延壓 為什麼會這樣子講 因為在法理上面 我們看這個彭政生的延壓 他其實是這個案子裡面 他算是關鍵人物 但是他不是主嫌 因為他沒有決定的權利 決定的權利其實在市長 這是他所講的 他在裡面的這個被延壓的罪名 其實有改變 他可以對應柯文哲來看 他延壓的罪名 已經用圖利罪加財產來源不明 他前面彭政生被羈押的時候 他的理由是違背職務收賄 跟圖利罪 跟柯文哲是一模一樣 那為什麼他的罪顯是 應該說他刑責下降 是因為經過兩個月的比對追查 發現那裡面有關彭政生的錢 跟金華城能不能有對價關係 那個建構是有問題的 所以這部分他把把那個錢推到財產來源不明罪 彭政生他對應剛好對應柯文哲 因為柯文哲被申請延壓的事有 繼續維持違背職務收賄罪 所以換句話說是所有證據的顯示 柯文哲還目前涉及到重罪 那還有一個關鍵的人是誰 這個是審慶金 審慶金被裁定延壓的理由裡面 他用違背職務行賄罪 這個犯罪他是個對象犯 對象犯的概念是說我今天有人行賄 法律上面就是有人收賄 柯文哲目前對應他的犯罪 彭政生已經沒有收賄罪 只剩柯文哲這個行收賄 所以柯文哲的收賄罪 他本質上還是一個最重之罪 那以這個審慶金來看 違背職務行賄罪 他的行度 他相對於收賄罪是輕的 一年以上七年效期徒刑 柯文哲的部分違背職務收賄罪 最重是無期徒刑 為什麼要強行度 因為法院在審酌 同樣在押的不認罪被告 他的輕重 如果說行賄的輕罪的人 都已經被羈押了 延長羈押了 收賄的重罪的人 他沒有沒有空間 不延長羈押 否則這個會被法院挑戰 就他高院上去高院 之後他會說你這個輕重失衡 馬上就廢棄 所以馬上就撤銷 所以他是一個法理上面 行賄的審慶金被延長羈押 收賄罪重無期徒刑犯罪的柯文哲 他就沒有幾乎沒有空間 另外一個是什麼 他其實在裡面 他裡面講說審慶金跟同案被告之間 有竄證 竄共的事實 這個是經過法院的裁定 檢察官當時在申請延長 延壓這個審慶金的時候 他是說有這個事實 法院看完之後 發現這個證據已經不是之餘 我們在刑事訴訟法規定是說 串政滅政之餘 就是有這個危險 有這個風險 他就是構成羈押的理由 他在這裡是 我看完證據之後發現有事實 這大概都是已經幾乎算對話的截圖 這種等級 那共犯是誰 這個案子的共犯是誰 所以他說有這樣的串政事實 就很很清楚了 另外一個是說他有款項 他找到政治現金捐款的目的 換句話說是可能除了 朱雅虎的兩百一十萬 他認罪了 認罪行賄 朱雅虎認罪行賄的兩百一十萬之外 還有可能有其他的現金被掌握 這個金流被掌握 那他的目的是什麼 這部分還要釐清 這是檢察官申請積壓 被法官裁準的主要目的 那所以柯文 我要再講一件 就是說審慶金的延長積壓 除了行賄跟收賄 重罪沒有沒有機會之外 其實還有一個關鍵點是說 你看整個審慶金被延長積壓的理由裡面 沒有講到他有一個像帳房一樣在逃的 連沒有帳房在逃 沒有帳房被通緝都被收壓禁見 那柯文哲他是什麼 他的局子在逃 而且被通緝 他更沒有空間 就柯文哲他幾乎就是勢必得壓 因為法理上面 審慶金輕度的行賄都壓了 而且他還沒有一個帳房在逃 都都壓了 那柯文哲就更沒有空間 剛才講到局子的問題 我覺得局子他其實還有一個關鍵點是 在這一次週刊講說 那個刑事例的破解 黃國昌講說 那個什麼刑事例 大家都看得到 其實我覺得這樣子講 講真的是 我覺得講完全不符合一般的經驗 柯文哲當時被大家質疑 他還沒羈押 還沒羈押之前 他被大家質疑說 你是不是有跑去逃出影員跟這個 審慶金跟唱歌等等 他說他只成了一次 他還把時間點切在選後 他去逃出影員唱歌一次 然後是因為要給他慰勞 他為什麼把時間點切在選後 因為他知道 如果是在往前挪 可能會跟這個密會跟容積 或者進華塵案有關係 他其實說謊 他在刑事例的這個破解之後 直接打臉 這個柯文哲說謊 你前面只談成說有一次 結果刑事例破解完之後 還包括前面有兩次到金華城 應該說沈慶金的見面 還是雅虎來接 雅虎來接代表說 這個案子裡面 目前朱雅虎是認罪行賄的被告 那沈慶金目前是行賄罪 羈押禁見的被告 這兩個人在場 柯文哲去跟他密會 橘子在場 那所以這件事情 第一個打臉柯文哲說謊 第二個是說他凸顯橘子真的有倒案的必要性 因為我至少今天橘子在場募集 看到說這個跟兩個行賄的被告 有這樣的一個見面 他在場募集 他有這個重要性 他在法律上面就有一個重要性 說他必須要倒案 那他潛逃了 當然就是一個 我認為是一個造成柯文哲要羈押的原因 再來一個什麼 他其實這個刑事例的算是破解之後 對於這個權案來講 他可以凸顯一件事情說那你柯文哲跟橘子是不是共犯有心虛 不然你就是何必跑掉 你在裡面你明明知道這兩次的密會 前面還有兩次密會你也在場 然後你後面跑掉 就變成凸顯了這個共犯之間的心虛 那我看到其實黃國昌也好 或者陳志漢也好 民眾黨嘗試的要去幫橘子淡化他的角色 那淡化他的角色其實有兩個功能 第一個功能是什麼 第一個功能是說 他可以幫柯文哲解套 因為基加原因說橘子潛逃了嘛 所以他幫他解套 第二個其實我認為有隔空串政的嫌疑 為什麼 你看他這段期間釋出來的訊息是 橘子只有遞水啊 然後橘子跟精華沉案無關啊 然後後面還主動去講說 有廠商送冷錢包 這個在目前在討的橘子會看到新聞者 看到新聞是說 原來跟我講說我就是遞水的角色 第二個是什麼 冷錢包是送的沒有什麼重要性 第三個是什麼 我跟精華沉案無關 這樣的一個可涉及隔空串政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法官檢察官也都應該要看到 另外我要講的是說 照正常的經驗法則來講 橘子他跑去外面 如果他今天是真的像民眾黨所講的說 他只是一個遞水的角色 那就正常就回來面對司法 何必逃亡 正常來講就是一般的常識判斷 如果他真的只有遞水 然後我跟精華沉案無關 然後我跟冷錢包人家送的也沒開封過 他角色完全不重要 那我何必躲在日本 我被通緝的被註銷的護照 我何必躲在日本 所以不符合經驗法則的講法 但是從民眾黨的口中講出來 代表說這個也許隔空串政的行為持續在發生 這也會構成柯文哲繼續羈押的自由 哈囉大家好 我是林冠 我有全新的官方個人頻道 叫做林冠說說看 歡迎大家跟我一起來說說看 也歡迎大家訂閱分享 按下小鈴鐺